专门吃骨头的大型猛禽 为何会做出这么堪称不要脸的神操作 众所周知 在大自然中 大型猛禽那绝对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不仅由于腐肉为主食的秃鹫 还有号称是骨痞的胡乌鹫 而它正是凭借自己嘴角的两促小胡子而豁明 但它不要脸的神操作 更是让人心头一颤 自然界中除了秃鹫喜欢吃腐肉 乌鸦也有相同的爱好 这不聪明的胡乌鹫就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可以吃到美食又可以躲避偷袭 只见它跟在一群乌鸦的身后 认为它们只要哗啦啦朝着一个地方而去 就代表着那里有食物 而胡乌鹫就会尾随过去 在看到腐肉后会仗着自己的体型和恐怖的威力 驱赶这些好不容易得到食物的乌鸦 甚至还会利用它们来感知危险 只要乌鸦发出非常敏感的叫声 这时候胡乌鹫就会跟着逃走 这样下来鸡抢了食物 又不会遭到袭击 这种行为简直是太无耻了 就是这种无耻之徒 喜欢吃的食物并不是腐肉 而是腐肉中的骨头 动物骨头里的骨髓在它们眼里 简直就是其精华的存在 说到这里不免会有人好奇了 骨头是动物身上最坚硬的地方 胡乌鹫的咬合力到底有多强啊 可以食用这么硬的食物 我们接着往下看 爱吃硬菜的胡乌鹫 究竟如何食用美食呢 视频中 只见一根长达25厘米的骨头 胡乌鹫叼起来就一口闷 吃这么大的骨头 它该有多么强大的消化系统 看到这样的操作也许你会大吃一惊 但对于胡乌鹫就来说 这些早已习以为常了 从外观上看起来它更像是老鹰 在西亚和中亚地区 可以经常看到它的身影 喜欢栖息在视野开阔的高山 在它的食谱上 占比最大的就是动物的骨头 但它的咬合力并不强 对于比较坚固的骨头 它会选择将其抓到高空 利用地球的重力从高空抛下 骨头变碎成小块 这样方便它更好的食用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它们会尾随着秃鹫寻找食物 当一具具动物尸体被秃鹫们吃完后 胡乌鹫这才开始收拾残局 将一些较小的骨头一口吞下 因为它的食管弹性很好 有时候可以将牛的脊椎骨整个吞下 令人羡慕的是 它的胃酸超强 据相关专家研究发现 胡乌鹫的胃酸就相当于强力电池一样 不仅可以俯视吞食掉的骨骼 还能消灭其中所携带的病毒和细菌 这功能强大到 连号称草原青稻夫的猎狗 都无法与之相比 而就是这样拥有食谷皮的胡乌鹫 还是一位最爱打扮的鹰 这究竟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号称拥有食谷皮的胡乌鹫 竟还是一位最爱打扮的鹰 在我们的认知中 许多动物都是不修蝙蝠 像猫狗这些用爪子和口水洗脸的 就算是爱干净的 而长着两处小胡子的胡乌鹫 再怎么看也不是个打扮的主 但据说 它脖子和胸前红褐色 并不是它生来就有的 正是它们打扮后的结果 在20世纪末 西班牙的生物学家 经过观察它们同类打斗的场景发 线体型越大 越强悍的胡乌鹫 身前的那种红褐色会更明显 因此从颜色上看 就可以分出谁强熟弱 同样也是力量的代表 而且大部分的胡乌鹫 头部和脖子处是没有羽毛的 虽然它们不吃腐肉 但避免不了骨头上有年代的 而此时的红褐色 就可以隔绝那些腐肉中 携带的致命细菌 未成年的胡乌鹫 胸前是没有这种颜色 它们在成年后会寻找 天然含有氧化铁尘积物的土壤 然后用自己的 会将这些红褐色的尘积物 涂抹到羽毛上 久而久之就有了这种颜色 有些胡乌鹫 甚至会将头在这些尘积物中 蹭来蹭去 将自己打扮成非主流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那抹红褐色 虽然胡乌就没有天敌 但也也免不了会被认为是骇鸟 曾经就被大面积捕杀 现如今也成了世界上的兵威动物 更是被我国列为了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黑龙江金线奇异大鸟 专家竟说这是稀少物种 这究竟怎么回事 在农村 种田是村民们收入之一 而就在黑龙江的一个村庄里 政府竟让村民停止种地 这究竟怎么回事 事情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村庄里 四月正是田里最忙的时候 这天 村民们相伴着去田里干活 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看到了两只巨型大鸟 起初还以为是路过的 在树上休息一回 但在之后的几天 都会看到这两只大鸟 在附近飞翔堵食 一天一个村民看到那只大鸟 竟然在喂幼鸟 才意识到这怕不是要在这里 长期定居吧 而那两只大鸟长得十分奇特 有一个尖尖的大嘴巴和红色的眼睛 体型要比其他所认识的鸟类都大 有人说 这可能是两只白鹿 但众所周知 白鹿是生活在地上 这两只大鸟会爬树 而且生活在树上 村民在翻阅众多资料后 依然不知道这两只大鸟 究竟是什么物种 便上报给了相关部门 专家在听说这一事件后 立马赶往了当地 在一番观察研究后表示 原来这两只怪鸟 既不是白鹿也不是仙鹤 而是更加稀少的东方白贯 它是白贯中的一个亚种 属于大型射禽 在全球数量都不超3000只 那为何如此稀少的东方白贯 为何会出现在村庄里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黑龙将惊献怪异大鸟 竟会上述 专家 建议农民停止耕地 专家在看到东方白贯在这里筑巢 这代表着当地的环境保护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因为在距离这里几公里之外的保护区 当时整整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 才实现了人工筑巢 同时也吸引了三对白贯夫妻来这里七夕 而这次是白贯自己选择的七夕地 这堪比中了百万大奖一半 其实早在几十年以前 就曾有白贯来这里筑巢七夕 由于当时的保护意识不强 使得白贯离去 并再也没有回来 这也成为了专家们的一块心病 这次来的这两只白贯使专家们暗暗下了决心 既然来此筑巢了 就不能再让他们离开了 因此还专门安排几人负责照看白贯夫妻 村民在听说这两只大鸟没有危害后 便不再注意他们 开始忙活自家的田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田地开始热闹起来 拖拉机的声音络绎不绝 而这声音使得白贯夫妻不能好好地补育自己的孩子 便时不时地在田地的上空飞翔 并发出刺耳的声音来警告村民 这也使得专家再次来到田野中 经过翻阅资料后才得知 白贯生性激紧而且十分胆小 之前在筑巢时正好是浓修时期 人烟比较稀少 但此时的拖拉机耕地吵着他们无法安心筑巢 专家在了解后找到了附近的农民进行协商 让他们停止耕地 村民了解后也表示很无奈 因为家里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农田 不耕种的话 今年该怎么生活 黑龙江京县奇异大鸟 为何政府会要求停止耕地并给予补偿 就在双方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有人建议 可以联系当地有关部门 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此事 就这样 专家在京的同意后给市里的有关部门写了一份信 同时也希望那边可以重视这件事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很快当地的政府接到信件了解事情的情况 后立马派人抵达了现场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众人的协商后 决定将白贯夫妻生活的附近的几个农田全面进行退更还零 并给予对应的经济补偿 在相关部门的调节下 重新给他们分配土地 事情也得到了解决 同时为了避免其他村民打扰到白贯夫妻夫乱 当地的村长便肩负起看守白贯的任务 并给村民开会专门普及了白贯的重要性 而就在这时 村里养鱼塘的村民反映 自家的鱼苗被白贯作为自助餐吃掉了 好在他还是觉得应该以保护白贯为主 并向该村民给予了补偿 甚至要求村民在看到白贯来觅食时主动远离 又过了几十天 村民发现白贯的巢里似乎多了几只幼崽 便猜测很有可能已经孵化成功了 为了不惊扰白贯夫妻 专家们准备过几天再去观察 过了二十天左右 村民惊喜地发现 从远处可以看到巢里有四五只幼鸟的身影 为了可以更好地让他们吃饱 专家们最终决定每天都去给小白贯投喂一次小 就这样在专家们和白贯夫妻的共同努力下 小白贯们健康地成长到可以自己出去捕食 体内毒素更是堪比银环蛇的响尾蛇 竟然有天敌存在 当说起毒蛇 就得说一说被视为地球上最致命的爬行动物之一响尾蛇 它蛇业中的毒素更是堪比银环蛇 响尾蛇专攻蜈蚣的饮食习性很招人注目 在自然界中 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沙漠荒漠中 可以常常看到蜈蚣的身影 它还拥有独特的防御机制 但这些在响尾蛇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而蜈蚣却是成为了它的理想猎物 再加上蜈蚣活动时会产生气味 极易被响尾蛇高度敏感的舌头来追踪到 而这种独特的感应机制 更加使得响尾蛇在捕食蜈蚣时 具有较高的成功率 而蜈蚣对于响尾蛇来说 是一种相对较小且异于捕捉的猎物 响尾蛇具有一对可伸缩的恶物 使得它们能够吞噬比自己头部更大的猎物 再加上蜈蚣的身体柔软且细长 正好适合响尾蛇的吞咽 俗话说一物响一物 响尾蛇也有能抑制自己的动物存在 它的捕蛇技术不比蜜欢差 吃毒蛇就像是吃拉面一般 精准捕捉 一拉二甩三下堵 一气呵成 堪称是响尾蛇杀手的存在 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响尾蛇的蛇液中所含毒素更是堪比银环蛇 到底是怎么样的动物才对它的蛇液无所畏惧 我们接着往下看 能走绝不飞的走绝 体重仅有一斤重 却是响尾蛇的天敌 大家见过能走绝不飞的飞行吗 它的体重只有一斤左右 奔跑的速度每分钟可达五百米左右 相当于人骑自行车的速度 但它并不擅长于飞行 因为它的胸口处缺少一块龙骨兔 严格来说 它飞起来更像是滑翔 就像家养的鸡 它的名字叫做走绝 头顶长有羽冠 平时还喜欢将维羽撅起来 在印第安人部落 走绝被认为是他们的保护神 吃走绝肉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健步如飞 因为走绝常年生活在 北美地区的干旱荒漠地带 当地的食物非常缺乏 以至于它不得不捕猎一些毒 像蜥蜴 蛇 蝎子都是它的食物 因为在这炙热干旱的沙漠中 食物中的水分也是走绝重要来源 不过这其中最喜爱的 还得是蛇中的响尾蛇 更是号称是响尾蛇杀手 为了捕食 它们进化成强大的奔跑者 堪称是鸟中的猎豹 别看它小小的一只 面对1.5米的响尾蛇毫不畏惧 利用自己敏捷的身手 动作快如闪电 凭借自己勇猛好斗的性格 见了响尾蛇就像猫看见老鼠 主打一个字 干 在逃避一些难对付的天敌时 会选择在助跑后起飞来躲避敌人 那你知道走绝是如何捕杀响尾蛇的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体重仅有一斤的走绝掌握扯面的真正精髓 看其如何猎杀响尾蛇 走绝猎杀响尾蛇主打就是一个一致取胜 在一段视频画面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响尾蛇 正在享受着来自太阳的沐浴 远处的一只走绝快速地朝着响尾蛇的方向赶来 只见它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片刻间就走到了响尾蛇跟前 这样的速度让响尾蛇感到了不安 毕竟这一斤多的走绝根本不在它的试谱里 响尾蛇抬起头 尾巴也发出沙沙声 似乎在警告着走绝不要靠近 不过看到早餐的走绝怎么会就此放弃 在距离猎物不到半米出半蹲着展开捕猎 焦躁不安的响尾蛇率先发起了攻击 反观走绝 它快速地向猎物捉去 使得它缩成了一团 进入更高级的防御状态 想要饱餐一顿 走绝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来捕杀响尾蛇 两者在一番对峙后 响尾蛇终于不再选择继续消耗下去 准备逃离 而走绝瞅准机会直接上前捉住舌头 随后把响尾蛇整条甩开 就这样像扯面一样一拙一甩 将蛇脑摔得嗡嗡作响 这时候的响尾蛇已经无力反抗 只能任由这走绝拖走 最终沦为了走绝的早餐 看完这一画面 不得不说 这走绝简直就是掌握了扯面的真正精髓 把毒蛇当辣条 将蝎子作为餐前甜点 沙漠之湖究竟有多厉害 还记得迪士尼电影《疯狂动物城》中 那只伪装成孩子的芬妮克吗 曾经可是获得了无数影迷的喜爱和追捧 甚至有些朋友都想买一只作为自己的宠物 它生活在令很多动物都不愿意踏入的撒哈拉沙漠中 是狐藉中的颜值担当 被誉为全球最可爱的动物之一 当地人更是将其视为了沙漠的灵魂 称为沙漠之湖 是阿尔及利亚的国宝 作为最小的犬科动物 耳阔湖的菜单上真是荤素搭配 水果 老鼠 响尾蛇以及种子都是它的食物 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它那对酷似兔子耳朵的耳朵 既是散热器又是高效的雷达 耳阔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烈 雄性会利用自己的尿液来做标识 而雌性则会用粪便来画地 作为打动高手的它 会为自己以及家人挖一条十米左右的豪宅 还会捡一些灌木的叶子来作为小家的铺垫物 与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不一样的事 耳阔湖是一夫一妻制 对象不走它不走 还会允许成年的孩子继续留在家中 哪怕期间父母再生一窝呢 还会帮妈妈照顾小宝宝呢 而就是这样的萌物 再对上号称沙漠的猛兽毒蝎子 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我们接着往下看 疯狂动物城中的芬尼克 竟将沙漠中的猛兽毒蝎子视为饭前甜点 再号称死亡之海的撒哈拉沙漠 存在着这样的一只古灵精怪的萌物 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吃毒蛇 竟然像吃辣条一般 两只大耳朵多功能 白天当散热器 晚上当收音机 简直就是一只蠢蠢的夜猫子 它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尔控 是世界上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 住在大沙漠中的 它们很难吃一顿饱饭 有啥就往嘴里塞 水果 老鼠 鸟甚至种子也是它的食物 这不 一只外出游荡的蝎子 刚出门就被这只号称 沙漠土行孙的狐狐钉上 只见它将自己深邃的毒阵高高举起 向萌物展示自己凶狠好斗的一面 可是对于这好不容易 在沙漠中找到食物的小东西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到嘴的食物 此时的蝎子开始意识到 这种情况十分不妙 可是任凭它怎么逃跑 都会被对手所发现 解渴难耐的尔阔胡 向毒蝎发起了攻击 只见它三下五除二 就咬住了另一半的尾巴 咔嚓咔嚓就把对方咀嚼 沉睡杂杂 吃进肚子里 谁曾想这么大的一只蝎子 只是尔阔胡的饭前甜点 它今天的正餐 正是不远处的毒蛇 尔阔胡与毒蛇之间 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它会不会饱餐一顿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号称沙漠之狐的萌物 是毒蛇竟像吃辣条一样 说起撒哈拉沙漠 它是无数动物都想逃离的地狱 号称死亡之海 在那里 生活着一位清理沙漠的工程师 尔阔胡 人见人怕的毒物赖蛤蟆 毒蝎子以及响尾蛇 在它们眼里都是可口美味的大餐甜点 相关专家有幸拍到一段尔阔胡 捕食毒蛇的镜头 画面中一条沙葵蛇 刚刚开始它的觅食之旅 都意味着困难重重 因为在这死亡之海中 生存本身就充满了挑战 不远处一只尔阔胡 踏着细软的沙子 开始寻觅今天的午餐 那对大耳朵敏锐地搜寻着猎物 终于 尔阔胡与沙葵蛇相遇在这大沙漠中 两者目光相遇 随即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尔阔胡的鸡颈和沙葵蛇的毒牙 将会在这场战斗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刻 沙哈拉沙漠将会见证 两种生命的较量 只见尔阔胡利用自身的机制 和灵活挑战者毒蛇的攻击 而沙葵蛇采用的是 以手为攻躲避着尔阔胡 出气不意的挑衅 经过一段时间的拉锯战 沙葵蛇精疲力尽地翻起了肚皮 而尔阔胡如愿地享受着这顿美食 就像吃辣条一样 沉浸在自己的胜利果实中 沙葵蛇曾经是沙漠中的猛兽 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 泡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败给了尔阔胡的智慧和坚持 东北大叔使用怪办法养猪 敬给猪喝酒 这究竟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 东北的老少爷们对酒都是情有独钟 连动物也结识 看见酒就走不动了 说起酒就得说说 东北大叔养醉猪的故事 在东北 有一位名叫傅国文的村女 因为太爱喝酒了 每天都要整上几口 不然会浑身不得紧 所以耽误了很多工作 在家里人的商量下索性 就开了家酿酒厂 再加上傅国文对酒研究的十分透彻 所以在当地 酒厂的生意十分火爆 收入也很可观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变多了 其中每年产生的酒糟却成了大问题 于是一有时间便四处打听 终于在一次外出办事的时候 听说当地的农民会把酒糟喂给猪和羊 而且喂出来的肉质十分鲜美 一头猪竟可以卖到上百元 长年做生意的傅大哥也嗅到了商机 养猪不但可以解决酒糟的问题 还可以多一份收入 说干就干 外出回来后便决定养猪 用猪来解决困惑多年的酒糟难题 就这样傅大哥立马在酒厂旁 承包了约2000亩的山林 用来养制黑猪 确实发现这些黑猪简直是嗜酒无命 而它的酒厂产白酒都在77度左右 便选择用这些白酒的围水来喂养黑猪 发现它们的酒量似乎不比成年人差 随着开始饲养黑猪 许多问题也接踵而来 那傅大哥指如何解决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东北大叔用怪办法给猪传宗接代 不料猪竟然是酒神 黑猪的传宗接代也成了大问题 它们的奶头数量并不是固定的 位置也不固定 这种情况下 产下的幼崽压根不会吃奶 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 那这些小猪仔就会被活活饿死 傅大哥只能盯着猪圈 一看到有吃不到奶的猪仔 就立马将其放到其他母猪的奶头边 结果这些母猪对气味十分敏感 一旦闻到 陌生气味就会发起攻击 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直到一天 酒厂的工人不慎被泼了一身酒 弄得一身酒味 这一下子让傅大哥有了主意 众所周知 酒味是十分浓重的 是不是将酒喷到猪身上 就会掩盖原有的气味 傅大哥立马到猪场进行实验 将所有小猪仔和母猪身上都碰上白酒 这样一来 母猪也闻不到陌生的气味 小猪仔也成功地喝上了奶 有听说牢骚可以催奶 自己酒厂酿酒后产生的微水和牢骚 有一曲同工之处 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饼 既可以帮助消化吸收代谢 还可以呵护整个神经系统 而吃到奶水的小猪仔 也开始一天一个变化地成长起来 存活率达到了98% 再加上这些黑猪是散养在猪场中 肉质也十分健康 看到此场景 傅大哥满心欢喜地期待 这一批黑猪上市场可以好好地赚一笔 谁承想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东北大树用怪办法养猪 竟靠醉猪年入3000万 在2014年 傅大树的黑猪正式上市了 刚开始充满了信息和期待 但现实却很打脸 客人在得知是用白酒为水喂养的黑猪 都不敢随意购买 之后去了屠宰场 经过检验却被告知不合格 难不成喝酒长大的黑猪真的有问题吗 在他的再三询问下 这才得知具体原因 这批黑猪在散养的情况下 体重层次不齐 有的高达400多斤 有的却只有100多斤 肉质虽然很好 但缺点也十分明显 在去毛后有很多黑色毛囊附在上面 非常影响卖相 这好不容易养成的黑猪却卡在了销售渠道上 这让富大叔简直哭笑不得 他想起了许多和酒厂合作的经销商 有一部分除了销售白酒还会销售猪肉等副产品 便拿着自家的猪肉找到了经销商 在亲自品尝后同意帮他销售猪肉 就这样打开了黑猪肉的市场 在2016年 富大叔的黑猪肉已经销往多个地区 收入高达3000多万元 原本刚开始只是先解决酒厂废弃的牢骚 不料后期竟开始做黑猪肉的事业 还干得这么好 这一切还是得归功于他自己遇到问题 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做事迎难而上的勇气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对此 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科普解说员在线真搞了